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因为它有上检凹陷的病人 往往因为上检凹陷过度严重的病人 它会在上检凹陷的地方呢会产生一个凹痕 往往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呢年龄大一点的 它这个凹痕就像一个双眼皮一样 就像欧美人它那个上检的凹陷呢 直接就类似于它和它的重建会重建在一起 这个呢我觉得是在最近的一个文章里 有报道 在这个之前呢实际上我做这种矿凹陷离断的应该有四五年吧 实际上我也在跟一些人沟通过 这个方法来解决上检凹陷的一个问题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因为它有上检凹陷的病人 往往因为上检凹陷过度严重的病人 它会在上检凹陷的地方呢会产生一个凹痕 往往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呢年龄大一点的 它这个凹痕就像一个双眼皮一样 就像欧美人它那个上检的凹陷呢 直接就类似于它和它的重建会重建在一起 像这种女孩子是年轻人 它的凹陷呢就可以让它显得很憔悴 然后呢 嗯它自己还有一层重建 很窄窄的 所以我未来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既要解决它的凹陷 还要给它形成一个新的重建 同样 如果我不能很好解决这个凹陷 它的重建形成也是不良的 很容易出现一个多层皱纸 或者说在皱纸上面又有一个凹痕 会影响它钻皮的形态 这个内饰醉皮啊 就是一个托形皮瓣的一个做法 实际上呢就是做一个向上的一个曲线 然后设计它的皮瓣 然后呢 嗯 把这个沿着窃口设计剪开之后 当向上的皮瓣 它可以回缩的时候呢 就不至于造成一个下减圆的组织的一个退缩 所以来说呢 这是设计这个 拓形皮瓣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嗯 一个一个方法吧 一个一个步骤里面 这时候呢 我要分离出它的内持人带来 因为分离出内持人带之后呢 我会决定它的内持脚所在的位置 来固定它的内持人带 固定我的皮肤 固定 未来的内眼角的一个位置 去除肌肉啊 还有一个 嗯 要求呢 就是在 我 血管下面这个肌肉组织呢 也要去除的 嗯 干净 这就需要 我去除的时候 用镊子 拉住 把血管下面的肌肉组织 拉到以侧去 然后去除 如果 像年轻人还好 如果年龄大一点的 如果您补有效的去除这个肌肉的情况下 可能它会影响重点的一个形态 基本上要深度呢 基本上去除呢 就暴露到框格就可以了 所以来说呢 如果还有插流的肌肉呢 我还是要给它去除的 然后进行一个 自觉的歪固定 但是歪固定的情况下呢 我通常会 带一点点 我们释放的框格脂肪和框格脂肪的背膜 这样呢 是让 组织很好的 在切口附近形成一个堆积 这样呢 形成一个充剪线 会更变得 更流畅 也让脂肪呢 更好的在 皮肤和 切口线以上的皮肤和 皮肤和肩膀和 踢肩膀之间 形成一个 相当于一个润滑的功能 相当于一个阻隔它 的皮肤和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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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皮肤和肩膀